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帝的话语是如实实现的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上帝是活着的 正在现在 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的胸口叩门 为的是赐福于我们 为的是给我们这爱 而我们为什么始终排斥着爱 排斥着祝福呢 在座的各位 有些信徒呢 已经很年长了 而且在我们那个年代 很少人学习读书啊 当时也没有学硕士这样的文凭吧 大家知道在韩国 刚有着硕士学位的时候呢 招生的时候不分门槛的 只要想学 谁都有机会 曾经我认识的一个人 当时也读了这个硕士学位 现在做一个协会的会长呢 就当时那个年代 读书上学 因为招不上学生 所以只要谁愿意读 都可以来读 不分门槛的 那么其实在学校 学的是什么内容呢 有些学者呢 按照自己的眼光 按照自己的标准 看待这世界 那么每个人看待世界的标准 都不一样 在座的各位 也有是做教授的 教授教导学生的时候 也仅仅是教导 自己的局限部分 甚至有些教授呢 如果他的学生 不符合他的理念 不符合他的一些规则的话 也不给博士学位 所以世上的学问 世上的理论 知识 仅仅是渺小 局限性的 欧洲的学者 东方的学者 每个学者 各自按照自己的理念 研究这世界 然后把自己的想法 教导给别人 然后我们 以为这一切都太伟大了 觉得很优秀 其实如果人 我们人 如果不通过耶稣基督的话 人的生命是得不到救赎的 人处在尊贵中 始终不信 我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话 就如同灭亡的处了一般 如果我们能意识到 只有上智的话语 只有这真理 圣经的话语 才是最高尚的学问 很多父母呢 不明白这点 所以 就很轻视上这道话语 而且拼命地 要让孩子去读好的学校 而世上是没有路的 世上没有路 我平沫师曾经为了 寻找真理呢 我当时呢 也去尝试过很多的宗教 也去过千里教啊 甚至太极教啊 天主教我也去过 后来最终还是来到了 耶稣基督面前 真的是荒废了不少时间啊 我们来到了主耶稣基督面前 正是来找到正路 这是多么感恩感谢 这是因上帝爱我 是上帝怜悯我 是慈爱 圆安福音十四章六节 耶稣就是道路 上帝就是道路啊 在这世上 我到底尊敬谁呢 当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尊敬世人 我们尊敬世上的一切 其实呢 当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 就会发现 世上的一切 和圣经话语 是没办法比较的 世上的一切 和耶稣基督爱我 和耶稣基督救赎我的生命 这庞大的真理 是没办法相比较的 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我们人生是什么 上帝能救赎我 能让我脱离罪过 能让我脱离一切的不好 唯独这福音 是拯救我们的 然而如果我们不认识 耶稣基督的话 这圣经的话语 和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很多人 以为自己认识圣经 以为自己明白圣经 却从来不承认耶稣基督 甚至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保险 是赦免我罪过的 结果就成了 和上帝话语 没有任何关系的 就如同法利西大人 闻世一般 耶稣是最爱我们的 我内心有耶稣居住 使我遵守上帝的话语 爱人如己 这就是上帝给我们 立下的新的诫命啊 怎样才是真心的爱人如己呀 真实的爱是讲实话 以诚实的心 讲实话真心劝勉呀 亲生妈妈爱自己的孩子 所以也责备他 也教导他 而我们呢 不敢讲实话 怕得罪人 真心的爱呢 不看人的脸色 是诚实的 以爱心真心的劝勉 为耶稣的名受辱骂 是有福的 以诚实的心 讲实话 传福音的时候 受辱骂 这时候是有福的 我们人唯独靠基督 才能得救啊 我们通过我的家人 通过我的周围 能警察自己的行为 比如说 我随便跟别人发脾气 我随便跟别人发脾气 那这就是犯罪了 我犯的罪恶 都会重新展现在我眼前的 十篇五十篇 我们找些诗篇五十篇 二十一节 上帝很明确地 教导我们这一切 只有亲生妈妈 给我讲实话 告诉我 我的缺陷是什么 而上帝的爱 是远远超过了 这世上的母案 上帝爱我 比妈妈爱我是 更真实的 是更加 是更加深奥的 每个凌晨 我们来到主面前 通过主的话语 通过圣经话语 我们领受责备 因为上帝是最爱我的 我们能认识到自己是罪人 能向上帝求饶恕 求主耶稣 是基督的宝血 洗净我的罪恶 使我的生命得救赎 没有比这更庞大的爱了 就像我们早晨起来 会洗脸刷牙 吃早饭之前 我们会刷碗的 而很多的教会 不责备人 不敢讲实话 不真心劝勉 那就成了假的教会 每个凌晨上帝帮助我 我洁净的时候 才能领受这帮助我 我们向上帝承认我的罪恶 我向上帝承认我内心的邪恶 求主饶恕我 求主拯救我 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搭救我 是我脱离一切的罪过 韩国曾经很贫穷的 因为韩国人的思想 沉浸在了那些儒教思想中 导致韩国人 沦落到非常贫穷的地步 世上有很多贫穷的国家 甚至北朝鲜南美洲 还有一些印度国家 而这一切 只有上帝大救我们的 上帝是福的全员 我们在这世上的一切 都是由上帝主宰着的 在这凌晨 我们要得到上帝的帮助 有些人说 哎呀 我的身体为什么这么的沉重 我的想法为什么总是这样的负面 很多时候我的家庭 为什么这么的不顺利呢 都是因为我没有饶恕人 那么我没饶恕哪方面呢 比如说我们祖上 我的父母的父母 他们之间相互结怨结仇的 这些祸根 我是不可能知道的 我也没办法知道 而这祖宗犯的罪恶呢 全在我身上 那么以眼前的事情 展现出来 告诉我 提醒我 就比如说我经济上遇到了问题 我健康遇到了问题 这一切都是上帝提醒我 告诉我我的原因 我的问题出在哪里 那么通过眼前的问题来聆听上帝的声音 来到主面前 真切的认罪悔感 书埃及记十四章 十三节到十四节 眼前的问题 我们面临的遭遇 那并不是遭遇 是上帝给我的祝福 是上帝给我的机会 通过眼前的遭遇 我能聆听上帝的声音 从中认识到我的罪恶 从中承认 是我犯的罪恶 导致的眼前的遭遇 求主饶恕我 这时候 眼前的问题 眼前的遭遇 就改变成祝福了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这一切都是感恩感谢的 是美好的 此阶段悔改是什么呀 首先认识到自己的罪过了 第二 求上帝饶恕我 第三 承认耶稣基督的宝血 洗净我内心的罪恶 最后呢 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 因耶稣基督的宝血 救赎我了 这是多么感恩感谢的 这是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我们就要感恩感谢 约约约在鱼肚子里 认识到自己的罪过 就称颂上帝 赞美上帝 求饶恕 直到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呀 我们求主 主啊 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 我真的不明白 求主帮助我 这时候上帝会通过眼前的事情 提醒我 告诉我 给我答案的 就比如说有一些淫乱的新闻呀 或者是 听别人的故事 是关联淫乱的事情 甚至通过新闻 听到一些消息是 中学生 拍淫乱片子 赚钱 天哪 这真的是 太惊人了 真的是很心痛的现实 这就是 因为我们父母犯罪了 导致儿女 愚美无知犯罪呀 我们就真确地认罪悔改 求主饶恕我的罪呀 以前韩国 有两班的制度 很多男人呢 都娶 两三个媳妇 当成是很值得 身上也全戴着 我们不是指责别人的错 也不是批评别人 面对犯监狱的女子 谁有资格给她扔石头 我们都是一样的罪人 罪都会导致死亡 罪恶都导致地狱的 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行 谦虚 千辈子来到主面前 认罪悔改呀 约翰福音八章七写 只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是赦免我一切罪恶的 约翰印书四章一节呀 我身上里里外外 全有一乱的罪恶 而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我 使我脱离这一切的罪行啊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正是为了我留下的 耶稣基督正是为了我 死在了十字架上啊 我们现在承认吧 主啊我心里有一乱的想法 我内心有邪恶的想法 求主饶恕我 我心里还在想着昨天的事情吗 我不好的想法 为什么总是困扰在我的内心呢 我的内心是要由圣灵主宰的 我的内心是要由主耶稣基督上帝主宰着 而我内心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按照自己的标准 有些人总是忘不掉过去 哎呀去年怎么怎么样 哎呀昨天怎么怎么样 一不小心都是离开信心了 基督的宝血洗净我 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 在这凌晨我们要得到上帝的帮助 我们一起来告白 我是新人 我们在确切地告白 我是新人 我怎样才能成为崭新的新人呢 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 以赛亚书43章25节 上帝不再记着我的罪过 在基督里上帝使我成为崭新的新人啊 我们一起告白 我是崭新的新人 我是新品 我是新造物了 我们都是被造物 但是在基督里上帝使我们成为崭新的新的 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四季段悔改 经常听四季段悔改 认识四季段悔改的人呢 就知道怎样认罪悔改 求上帝饶恕我的罪 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心里的罪行啊 圆安一书三章八节 犯罪都是属魔鬼的 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显现 是来灭绝这魔鬼的行为啊 只有耶稣基督能灭绝这恶魔恶鬼 我们总是被恶魔恶鬼胁迫 协助 而主耶稣基督显现 正是要搭救我们脱离这邪恶呀 这是多么庞大的恩典 所以我们投靠耶稣基督 投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我的一切的罪行啊 只有在基督里使我成为崭新的新人 只有在基督耶稣里使我成为崭新的新人啊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 搭救我呀 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上帝使我有新的开始 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我们不要再活在自己的想法里 在耶稣基督里 我是崭新的新人 由耶稣基督主宰我 由上帝主宰我的心怀意念 而我们内心总是看重世界 看重自己的儿女 看重自己的父母 总是纠着别人的错不放 不要纠着别人的错不放啊 我内心所放肤下的全断开 我的内心只要爱上帝 只一心一地仰望上帝 只一心一爱上帝 马太分六章二十四节 我们内心的一切全放下 只一心一爱上帝 而我总是体贴肉体 爱打瞌睡 懒惰懒散的话 因我的罪行 祸害儿女 祸害家人啊 上帝是最爱我的 上帝要求的是 让我们和上帝真心地相爱 而我不可能又爱父母 又爱上帝 我们只一心一爱上帝的时候 上帝使我们家人和睦 以赴所说 四章一节 上帝是一位 信也是一个 洗礼也是一个 我内心一心一爱上帝的时候 在这世上 一切都是完好无缺 是美好的 马太分六章二十四节 我们不可能同时爱两量 我们只一心一爱上帝的时候 把一切全交给上帝 上帝为我负责 我内心的一切全要放下 我要撇下一切 只跟随耶稣基督 只投靠上帝 而我们总是要靠自己 凭着自己的时候呢 总是投靠自己 凭着自己的时候 只会越败坏自己啊 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 我们内心服侍的 是圣父圣子圣灵 耶稣基督上帝圣灵啊 我们内心总是把世上的一切 看高看重 却不认识最真实最有价值的 最真实最有价值的 是唯一的 就是上帝 和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啊 来到釜山第一教会 朴牧师教导大家的 就是让大家 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我们内心只仰望上帝 只仰望耶稣基督 我们看重的是耶稣基督 把耶稣基督放在首位啊 六教福音 二十三章 二十八节 我们哭着祷告 是为一个灵魂祷告 为家人的灵魂祷告 为儿女的灵魂祷告 为一个 为拯救一个灵魂祷告的时候呢 就流泪 痛哭哀嚎的祷告啊 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祷告主啊 而我们内心 总是揪着世上的一切不放啊 我们内心 我们内心总是看重世界的一切 过于看重上帝的话语啊 这时候呢 就是体贴世俗 体贴肉体的 这时候和上帝完全断开关系了 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真的是最为可怜的 我的疾病为什么得不到医治呢 我眼前的困惑 为什么得不到解决呢 因为我始终体贴肉体 我始终体贴世俗的想法 我并没有看重上帝的话语 我并没有只一心一仰望上帝的话语啊 我们听上帝的话语 听了就会扎心 要认罪悔改的 听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 刺痛我的内心 使我认罪悔改啊 我们真心地为一个灵魂祷告的时候 真切地希望这个灵魂 能得救赎 有时候 做妻子的 没有真心地为丈夫祷告 做丈夫的 也没有真心地为妻子祷告 我们有没有牺牲自己 真心地为自己的丈夫 为自己的妻子祷告呢 真心地能够牺牲自己 为儿女祷告 为父母祷告啊 我们有时候祷告 全是为自己 为自己的利益 为自己的梦想 为自己的心愿 没有说要为某一个灵魂 为那个灵魂得救赎 真切地祷告 不知的普通网皮 牧师在这里 讲道的时候 看大家的姿态 看大家的行为 屏幕是站着在台前 看着大家的一举一动 有时候看得很清楚啊 有时候我们犯罪 上帝也认凭我不管了 这真的是最为可怜的 上帝始终 上帝始终向我是慈爱 忍耐着我 向我是慈爱 等着我认罪悔改 给我机会认罪悔改啊 可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一案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阿们 在基督里都变成新的了 不再有过去了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 我是新人 有些人始终心里 有困扰放不下 我们再次告白 我是崭新的新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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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们今天要成为崭新的新人 有些新就说 哎呀牧师啊 我已经是个破碎的盘子了 没关系的 也是能成为崭新的新人 因为全能者 是全能者亲自造就我们 全能者 上帝能让死的活过来 能使五无便有啊 可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父上帝 实在是感恩感谢于你 我相信我不再属于过去了 我现在是崭新的新人 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 使我有新的开始 我们相信上帝赐福于我 求上帝保守住我的内心 使我合得信心 使我时刻靠着 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来到主面前 谦虚地认罪悔改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得照应许 使我们领受上帝 赐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 是如实实现的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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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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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